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复工手李丹文2004年出生 陆宇飞 谭丽乐和邓宏宇都是00后 复工手丹林倩2005年出生 是年龄最小的 复工王瑞奇2002年出生 小将丹刚 霍福陈州 北京女排决心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向前走 这份名单中没有了任凯义 伟海林 王林 薛毅之等多名球迷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除了张宇 刘梦瑶 其他全是新面孔 看得出来 近年来战绩平平的北京女排要下决心重新开始 他们更换了主帅 元南排主力初挥走马上任 奥运冠军刘晓彤担任领队和助教 新帅新兵新气象 北京女排的上升注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祝她们好运吧 目前 北京女排两名主力王云露 今夜正在随国家队备战几天后开始的试锦赛 不出意外的话 参加了国家女排联赛的她们会进入14人名单 尽管两个人距离顶尖球员还有差距 但进步明显 不管一船进攻还是精神面貌都跟在俱乐部时比有脱胎晃躬的变化 希望两个人能进步的再快一些 突破的力度再大一些 市井赛上全力完成自己的任务 帮助中国女排拿到好成绩 一年一度的全锦赛是各支队伍锻炼考察新人 为联赛蓄能 了解对手的好时机 所以 多数队伍都不会派出全主力参加 竞旅天津女排和江苏女排就派出了很多新人 天津队姚迪 陈欣彤等修战 小二传 张新月等主打 江苏队唐欣 万子月 杨佳 孙燕 陈一帆等主打 因此上 全锦赛大家更看重的是年轻球员的表现 成绩其次 放大一些奖 看能不能涌现出一些优秀苗子 成为国家队的后备军 为中国女排不断创造家计输送人才 9月18日比赛开启 台鞋官网直播 铁粉们可以去围观 为自己喜欢的球队鼓与呼 00后球员单纲的北京女排会有怎样的表现 一胜难球或者高光夺冠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